宋庆龄和孙中山的爱情可谓是传奇 为何两人一生没有子女 宋庆龄不仅在工作上 为孙中山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还悉心照料她的生活起居 参与许多重要电报和宣言的起草工作 他们携手共度一段幸福时光 然而命运却对他们并不宽容 结婚十年后孙中山因病离世 这对恩爱夫妻终究未能相伴到白发 这其中的遗憾与伤痛 恐怕只有他们自己能深切体会 在两人共同生活的岁月里 他们曾期待过孩子的到来 事实上宋庆龄确实曾怀孕过一次 那是在1922年 当时她怀着满心的喜悦 期待着新生命的降临 孙中山也对她呵护为止 不愿让她受到任何伤害 然而命运却给他们开一个残酷的玩笑 孙中山被人背叛 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 宋庆龄并没有慌张 她制定了一个逃跑计划 那就是让孙中山先退自己先稳住 等到孙中山撤离后自己再逃跑 宋庆龄当时并没有被叛徒抓住 但她却由于过度劳累动了胎气 两人期待已久的孩子没能保住